比较复杂一点 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信用卡号码跟这个电子邮件地址 这个地方怎么验证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也是一样 他针对哪一个控制项去做验证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增加一个这个 这边有一个验证控制项 这个 这个控制项 Express的控制项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我要先知道说 他是哪一个控制项 指向的是这一个 那这个名称叫做 这个 就是 这一个的一个名称 那我指向给他的话 我里面要做哪些控制 首先的话第一个也是一样 你要 这个 你要 验证的是哪一个控制项 再来的话 底下的话 他有 error message等等 我想跟前面都一样 比较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怎么知道说到底是不是16码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看这里面好像本来有一些 已经有的 不过这里面的话 并没有出现那个 这个这个信用卡的验证方式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呢 要产生一个验证都是数字的话 那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他这里面 的这一个部分 斜线D的话 当然 主要是数字 那有几个的话 你可以用大瓜 给他几个字 比如四个 那中间的话呢 加上dash 就是串接在一起 所以最后的话呢 判断 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判断出 我们要的信用卡 这个部分是制定的部分 再来的话 email部分的话 这个是TSTemail 那一样的话 我在这边放一个这样的控制项 然后呢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规则在这里 那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 有几个部分呢 特别要注意 比如说 这个小老鼠部分的话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个W部分 斜线W 然后还有这个点的部分 这个点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 这个里面的控制项验证 里面的规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表示所有资源 然后呢 要出现几 至少出现一次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串接的时候呢 就串一个加号 那 这边的话 串出来 必须所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